無骨素突躍,全場精華 今天進鋒對著東方龍獅的比賽 東方龍獅今季有這麼多好的球員加盟 周濟賽是否他們的目標呢 當然盡納所有杯賽當然是他們的目標 今場是復賽後的兩隊第一場比賽 當然大家的目標都有不同 首先開球的是進鋒 他們在這場球中其實都要承擔著不少的壓力 因為過去兩場加起來失了10球 這一場出得入球的但是是他們先鋒 來自羅俊仁的門前的射空龍 結果令到他們在上半場率先打開紀錄 亦都可以說透氣揚尾 在東方龍獅身上拿到入球 接下來的就是東方龍獅顯現他們應有的實力 迪高的助攻,新組門前的凹蛇 非常快速的回應 我可以在上半場很快地追成1比1的平手 提多一次迪高 看好新組的走位 非常乖巧的凹蛇 艾斯達衛其實對於上半場的表現相信不太滿意 不過東方龍獅雖然踢得不算好 但是有入球是很重要的 新組又是來了 對著進鋒又入兩球 梅開爾道 在上半場短時間已經反超前對手 結果兩隊在上半場都以同樣的比數回到更衣室 下半場出來後 東方其實做過很多換人跳動 其中一位就是盧卡斯 在右路的一個推進 推進就做得非常好 一個對著兩個 新型也贏了 但是最後起腳的質素還是差一點點 當然 這麼多的球員 加盟 亦停了這麼久 都是要時間的 這球球也是一個炸壺 要時間的不僅是前鋒球員 後防也要時間 東方龍獅這邊 但是進鋒可以說是在下半場 掌控了不少的優勢在手 這一球的越位炸壺 可以說是同入球只差線 還有一球同入球只差線的 就是這一球 廖憶成在門前 又是差一點點 門將七文輝其實這個球出來出得OK 時間亦都是很準盛 如果慢一點的話 對面已經趕到 最後呢 東方龍獅在這裏 以2比1擊敗將軍 我們在這裏 太難了 我們在這裏 我們是 我們是 神